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ndroid中文科技网的Yan 那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 要跟大家开箱的就是 登登登登登登 Vivo的X50 Pro 那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盒子正面有一个对应X系列的X自行光影 看起来蛮酷的 打开盒子后我们就看到手机本体了 那这里写着Photographic Redefine 重新定义摄影 那里头的配件包括了33W的闪充2.0充电头 TPU手机保护套 取卡针 保固文件 手机使用指南 Type-C cable 有线耳机 以及耳机转接头 还有提供不同尺寸的耳塞哦 配色呢 配色呢 官方呢是叫做L8灰 就是R8灰 它在灰色的基础上呢 做了一个深到浅的渐变处理 那我个人呢 是认为它的颜色呢 很不黑 很可以哦 然后它是看起来是很高级灰的那一种 就是和宝马啊 还有这个Benz的颜色呢 是无处理出的配色哦 那另外呢 双曲面的机身设计呢 也提供很好的握持手感哦 也就是握在手里很舒服很爽的感觉 那另外呢 它的背面呢是很光滑的 那我很喜欢的一点呢就是它是防指纹的 那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它很轻薄哦 那这个X50 Pro的低色呢 是8.54mm而已 那重量呢是181.5g 很轻薄 就对比市面上的其他的5G手机来说呢 是非常的轻薄的 不用感情念出2本机 看到这个巨大的相机模组就可以知道 X50 Pro的定位就是拍照手机啦 那与目前流行采用的直排型或浴霸设计不同的是 Vivo X50 Pro采用的是品质型的镜头排列 那特别大益力的主镜头也十分抢眼哦 那主镜头呢是48MP 还配有1.6大光圈 Sony IMX598定制传感器 漆皮镜片 而且呢还是行业内第一款搭配 V云台防抖镜头的手机哦 那另外主镜头下方左侧呢是13MP的专业人像镜头 那右侧呢是8MP的广角微距镜头 最下方的镜头呢是浅望式8MP的长焦镜头 可以支持60倍的超级变焦哦 哇哦这次你们又可以Zoom到圆圆了哦 那另外呢在前面的左上方呢就是32MP的前置镜头啦 手机正面是6.56寸90Hz的AMOLED屏幕 分辨率是2376x1080像素 上去面屏在看视频玩游戏的时候画面更加立体又层次哦 屏幕指纹解锁速度也是超快的哦 那它的核心距离器呢是Snapdragon 765G 系统运行基于Android 10.0开发的Funtouch OS 10.5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看拍照录影的Sample样张吧 看完Vivo X204的开箱之后 再看另外一个Vivo的新厂器TWS1面哦 就是这个更无限来压耳机哦 而暖石形状的电磁场实在太小巧可爱了 而且呢握起来手感也非常好相当的轻巧哦 那根据官方数据呢 他们是说这个电磁场呢 是可以提供达到27个小时的续航力哦 那TWS-NEO呢采用的是这一个半入耳式的设计 那戴上去的感觉呢是很舒服的 而且呢它是很牢固的不容易松破的那一种 改靠它的人也不怕弄不见啦 那TWS-NEO呢也是支持触控操作的 那例如呢双季呢可以听电话或者是播放 暂停一首歌 那另外呢长按呢就可以拒戒 或者是挂断电话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滑上去呢 就是调高音量滑下来呢就是调低音量哦 至于它的音质方面呢 虽然我本身呢不是什么专家啦 但是呢个人体验来说呢它的高音啦低音啦还有人的声音呢 都不会说混在一起是不错的哦 然后呢就是它也不会有颜值的问题耶 好啦讲了这么多是时候讲价钱啦 那Vivo X50 Pro呢在大马售价为3199 那Vivo TWS-NEO则为359 那目前呢已在各大Vivo授权经销商店上的价咯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咯 好啦本期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